北區反克剛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 今天上午金船在家中燒炭 輕聲 引發社會關注 新北市前副市長許志堅涉攤 今天凌晨許志堅跟白手套周立惠 被收押禁見 高雄市有一名少女 將剛出身的小女嬰 丟棄草叢致死 女嬰疑似被野狗給咬過 治理破碎 印度洋 西南 法蜀 琉尼 旺島 疑似發現去年三月失事的馬航客機殘癌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七月三十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北區反克剛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 今天上午金船在家中燒炭輕聲 而根據瞭解林冠華有長期的情緒障礙問題 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尋短 目前警方還在調查當中 而在今天下午 教育部長吳思華 到了林冠華的家裡 表達遺憾跟哀悼的時候 被前來抗議的學生給包圍 吳思華表示 對於克剛引發的爭議 他會負起完全責任做適當表達 多次和其他學生到教育部抗議 七二三更因衝入部內遭到逮捕 今年六月從莊敬高職進修部 自動退學的林冠華是北區 反克剛高校聯盟重要成員 三十號上午卻傳來在家裡燒炭輕聲 林媽媽要外界別再模糊焦點 強調兒子沒受到教育部校方的脅迫與約談 希望整件事到此為止 而校長說二下時林冠華出缺情 不正常有接受輔導 那時知道他有長期的情緒障礙問題 是否因為反克剛被提告情緒產生更大障礙 走上輕聲意圖還需要調查 部長吳思華到林冠華家裡致意時 也以尊重家人說法沒補充 儘管遺憾充滿愧疚 部分學生仍就要吳思華負責 為助準備離去的他直接對職 警方護送下吳思華回到教育部 重申不希望有過激行為 六月五號已經公布新舊課綱並行 就是讓爭議回到教師專業 但對課綱引起的爭議會負起全部責任 所有課綱所引發的爭議 那我願意負完全的責任 完全的責任是指 我想我會做適當的表達 我想我會下台 吳思華原本期待課綱討論 能趨於理性與平和 但林冠華在二十歲生日這一天的意外行動 讓課綱爭議更難平息 記者綜合報導 而針對這起事件 馬總統除了表達沉痛之外 也強調中華民國身為法治國家 政府的政策都必須要符合憲法規定 所以要求教育部要儘快跟反課綱學生交換意見 另外呢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除了表達難過之外 也痛批執政者令人失望 二十三號深夜跟著衝進教育部的反課綱學生林冠華 三十號生日這一天在板橋家中燒炭輕生 年紀輕輕才二十歲震驚社會各界 馬總統第一時間表達沉痛之意 強調中華民國身為法治國家 政府政策都必須符合憲法的規定 要教育部儘快與反課綱學生交換意見 只有採取和平的不專制的方式 來面對面的溝通才能夠解決問題 畢竟我們必須要在剛剛所說的 民主法治憲政的環境下來把這問題解決 其他院長毛治國也表達萬分悲痛 呼籲社會各界冷靜 不要再給故事的學生家長壓力 非常非常的悲痛 那我已經要求教育部 為這個學生家長 這個提供最大的協助 我在這邊也要呼籲我們社會各界 大家要保持冷靜 府院同步表達哀痛 瞬間民進黨主席的民進黨總統參選 蔡英文表達難過之外 直言年輕學生有想法 震出來希望課綱為條有所改變 但執政者卻讓人失望 我們的執政者到現在都還不願意做正面積極的回應 讓人也感到非常失望 那年輕的學生因此而結束自己的生命 當然讓我們做大人覺得非常非常的難過 林冠華的親身掀起政壇波瀾 未來柯剛爭議該怎麼解決 不只考驗著馬政府的智慧 也希望能打開朝野合作之門 記者台北台南綜合報導 新北市政府爆發了重大都更弊案 前副市長許志堅 涉嫌在擔任都更審議委員會主委的期間 收受建商送的金條還有現金 總價值超過了五百萬元 檢方昨天傍晚發動了搜索 約談許志堅跟他的家人以及建商 今天凌晨許志堅跟白手套周立惠 被收押禁件 被帶入地檢署只有微笑應對 他是新北市前副市長許志堅 會遭到檢方約談是因為他被查出 涉嫌收受賄賂 幫建商在都更案裡護航 訊後遭到收押禁件 那本件又屬結構性犯罪 而且被告許志堅所犯是最輕 本刑五年以上是重罪 所以有收押禁件之必 六十三歲的許志堅曾經擔任過大巨蛋的 真審委員財政部次長 二零一零年被朱立倫延 延攬進入京北市府當副市長 還身兼都更委員會的主委 但在營建署前署長葉士文爆發收賄案後 許志堅就趕在去年六月退休 當時林政署已經收到勤資 發現許志堅一次利用職務 透過兒子許志雲和寶欣開發公司股東的 妻子周立惠等人牽線 以嫁女兒的名義收下寶欣和樂陽建設 送的現金 明表和金條 價值超過五百萬 藉此協助建商在板橋和新店的都更審議案中 能夠通過 透過我們一個好朋友請教這個 許志堅副市長 那許志堅副市長也很幫忙 那我們這個過程是很清白的 也沒有說這個送什麼好吃 遭到檢方約談的郭兆祥 堅決否認犯刑 訊後被以二十萬交保 許志堅的哥哥還有兒子許志雲 則以十萬到二十萬元交保 擔任白手套的周立惠 則被認定涉案重大 有串供之餘遭到收押 許志堅身為把關都更計畫的重要人物 卻收受不法利益 宛如夜市文翻版 檢方也將擴大追查 看有沒有其他共犯 以及新北市的合一住宅案 是否還有未報的筆端 記者綜合報導 針對前副市長許志堅 涉灘一案 新北市市長朱立倫 今天向市民道歉 除了表示要重新檢討市府的 防備防灘機制之外 也將全面清查許志堅任內 經手過的七十億劍都更案 如果查有不法 將會撤案 新北市長朱立倫 針對前副市長許志堅涉灘 向新北市民說抱歉 朱立倫表示 這對新北市政府團隊是嚴重打擊 將會通靈思痛 深刻檢討 朱立倫表示許志堅任內 經手過的七十億劍都更案 雖然大部分都跟遭調查的兩案一樣 還沒審議通過 但已經要求城鄉局重新清查 並檢討都市更新審查程序 目前遭調查的兩個案子 停止審查程序 未來如果查到不法 將會撤案 朱立倫強調會檢討新北市府 防備防灘機制 在用人上面 我也要徹底的做一些檢討 其實從政這麼多年 我都一直抵持一個原則 就是用人不贏 但是似乎老祖先講的這句話 還是 還是 還是要稍微考量一下 朱立倫也表示 過去前營建署長葉室文案爆發之後 新北市政府曾調查過許志堅 經手過的日勝生與遠雄的相關案件 都查無不法 不過翻開許志堅經歷 過去擔任台北市都發局總工程司 被當時台北市長馬英九重用 連升兩級擔任局長 後來再被朱立倫延覽為新北市副市長 被外界視為馬朱兩人的愛家 曾和朱立倫競選新北市長的前行政院長 由西昆就要求國民黨要為本案負起責任 面對綠營的批評身兼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坦言 這起案件必定會影響國民黨選情 但朱立倫強調證據到哪就辦到哪 一定要查明本案的真相 記者張雄 陳信龍 謝棄文 新北報導 高雄市一名十六歲的少女 上個禮拜六在男友家中 生下了一名女嬰之後 竟然把小baby裝在超商的塑膠袋裡面 丟去在前鎮橋旁邊的草叢 後來她因為血崩就醫 卻交代不出小baby的去向 所以醫院趕緊報警 結果今天警方在草叢找到了 已經傳出惡臭 疑似被野狗咬過 支離破碎的殷屍 警方拉起封鎖線 在前鎮河邊的草叢裡 來回尋找女嬰的下落 經過兩天四次的搜尋 才找到屍體 但已經支離破碎 十六歲的少女在男友家 在她的廁所裡獨自生下小孩 一時害怕也慌了 疑似在澡盆裡密閉的小生命 就這樣被她裝在塑膠袋丟棄 直到兩天後血崩就醫 事情才曝光 根據了解這名少女成長在單親家庭 國中錯學 這次從懷孕到生產 都沒讓家人和男友知道 一個未成年的孩子 有時候可能思慮上 並不是很周嚴 那真的是需要大人來幫忙 所以孩子如果發現自己懷孕的話 還是希望她是跟她的家長 或者是老師跟大人去討論 少女將面對刑責 家長也希望社會局 能夠讓少女接受輔導 社會局則表示 現在青少年早熟 家長應多一點親子的良性互動 或許就能夠少一點遺憾 記者 郭彩燕 陳顯坤 高雄報導 去年爆發的毒購肝事件 彰化地方法院今天宣判 涉嫌將致癌物質二甲肌黃 加入食品乳化劑的台南千辛實驗社 如氏父子 分別被判處七年跟九年的有期徒刑 並且分別病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的法金 千辛實驗社負責人如杏父子 在去年底被彰化檢方 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及詐欺等罪嫌起訴 當時檢方對父親盧天榮求刑 有期徒刑二十年 兒子盧嘉謙求刑有期徒刑十八年 分別病科兩千萬罰金 彰化地方法院三十號下午四點一審宣判 盧嘉謙最後定執行刑部分是九年 病科罰金刑是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盧天榮的部分主刑部分是定執行刑為七年 病科罰金也是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千辛毒豆干一案 彰化地檢署偵查發現 經營千辛實驗的盧性父子 涉嫌將致癌物二甲肌黃 二乙肌黃 硫酸等物質 參入食品乳化劑後 再販賣給下游多家豆製品工廠 黑心產品甚至賣到國外 罔顧大眾的身體健康 盧嘉謙的部分就行度會比這個盧天榮 來稍微重 主要是考量到兩個主導的角色 還有分工的角色不一樣 所以有在上面行度上有所調整 檢方調查發現乳化劑違法加入二甲肌黃後 榨出來的油皮等食品會顯得更油亮 不過盧性父子卻辨稱 不知道二甲肌黃不能食用 經過彰化地院五個月的審理 陳審法官認為兒子盧嘉謙在犯罪過程中 居於主導地位 因此判處較重刑期 全案還可以上訴 記者 求紫培彭安群 彰化報導 另外呢 幸福人壽前董作鄧文聰呢 涉嫌掏空公司資產上百億元 在延壓四個月之後 特徵組呢今天上午將他起訴求處重刑 幸福人壽掏空案全案癥結 特徵組上午召開記者會宣佈起訴鏈容 認定幸福人壽兩位前後任董事長 鄧文聰與黃正一 因涉嫌背棄掏空幸福人壽 不法獲利約一百二十七億 遭特徵組求處重重量刑 就在今年三月 幸福人壽與國華人壽以賠付金額三百零三億 由國泰人壽得標 等於這筆錢坑得全民來買單 而百億的非法獲利則全數進入鄧文聰與黃正一 根據特徵組起訴書內容 發現鄧文聰從二零零七年 擔任副董事長時 就夥同當時擔任董事長的黃正一 以幸福人壽資產向香港EFG銀行 職押借款 再匯入海外的私人紙上公司 以五軌搬運手法陸續掏空幸福人壽 鄧文聰的羈押期限四個月將屆滿 特徵組下午將全案送審台北地院 去開羈押庭後 裁定繼續繼續進行 只是鄧文聰犯罪所得中 還有抵押給瑞士銀峰銀行八十億的海外資產 尚未追回 目前今晚會與保險安定基金正委請律師追討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台北報導 台宿集團高層主管的收惠弊案 檢方又有了動作 昨天晚上緊急搜索了行賄廠商新雙星公司 並且以嫌疑人的身份約談新雙星前董事長 劉宗正以及他的兒子道案說明 轉入台宿高層主管收惠弊案 包商新雙星公司的前董事長劉宗正 遭到檢方約談 面對鏡頭不發抑鬱 他的大兒子劉上行也被帶到地檢署 進行復訊 台宿集團清理門戶主動向檢調控告 前總經理林振榮等二十五人 涉嫌集體收受廠商超過一億元的匯款 在採購案中放水 這一起案件會爆發 疑似是因為新雙星前董事長劉宗正 和小兒子劉上智兩人 相互競爭要取得台塑太空包的業務 導致父子失和 劉上智才會向台塑檢舉 檢方在二十九號緊急搜索新雙星公司 並且約談劉宗正和劉上行等人 但據瞭解兩人在接受約談時 都是避重就輕 父子黨在歷經四個小時徵訊後 身份則被改列證人獲得請回 檢方不排除近期將會陸續傳喚 以次收會的多位台塑集團前高層主管 來說明案情 記者蔡惠玲秋福財陳保羅 台北報導 上海市副市長翁鐵會 今天上午拜會了台北市長柯文哲 雙方對於雙城論壇的舉行交換意見 而在會中翁鐵會再度向柯文哲 再提出九二共識 但是柯文哲還是堅持他的一五新觀點 上海副市長翁鐵會受邀來台北市參訪 並和台北市長柯文哲互贈紀念品 而媒體的大陣仗也讓翁鐵會印象深刻 雙方更針對雙城論壇的細節進行溝通 雙城論壇何時半還沒有確定答案 不過早就傳出上海市希望柯文哲 能對九二共識釋出更多善意 兩人閉門會談時 翁鐵會也再次提及九二共識 只是柯文哲依舊搬出一五新觀點來回應 也強調兩岸政治上有隔閡 但不用怕衝突 兩岸大方向是促進交流 雙方合作 這個也不會改變 至於雙城論壇的議題 柯文哲也提議醫學優先 因為這是最沒有政治牽絆的項目 至於北市府接見翁鐵會的採訪通知 掛名國際事務組 傳出上海市對國際兩個字有意見 要求更改 柯文哲最後理解對方立場 以不造成不變為由 隨後將自言改成媒體事務組 記者與小陳柏玉台北報導 大家好 中國福建公安海警 今天針對台灣海峽水域 進行海上火炮實彈射擊訓練 由於日前傳出 中共軍事演習模擬攻擊總統府 這次又有海警 格外引人注目 中國大陸公安海警30號針對台灣海峽水域 舉行一整天的海上火炮實彈射擊訓練 中共官方強調只是例行演習 不過因為日前傳出 中共軍演模擬攻擊總統府 今天又有海警軍演 學者認為兩岸關係 只是趨向穩定 也不能謙呼中共威脅 尤其最近正好接近 台海危機二十週年時刻 中共一連串軍演 企圖影響台灣政治動向的意圖 非常明顯 略營立委也認為 近期總統大選的藍綠選情緊繃 中共一連串的文攻武嚇 威脅台灣的民主發展 只會適得其反 國防部強調 今天的實彈演習 是大陸海警的例行訓練 射擊區域是福建南方的局部海域 軍方已掌握訊息 會助於共軍後續的射訊行程 隨時提高警覺 記者陳嘉欣 吳家寶 臺北報導 高雄石化氣爆 劍滿週年 高雄市長陳菊 今天報告整個災變 跟重建過程 他說 臺北地底下都是捷運 而高雄地底下卻都是管線 所以為了翻轉高雄的宿命 石化管線自治條例的通過 就是要喚醒管理者的良心 如果總公司不簽高雄 就以非法管線來處理 好 悠揚的音樂聲響起 高雄市青少年交響樂團 演奏著鄧麗君的 我只在乎你 追思去年因為氣爆 受到傷害的災民 八一石化氣爆發生至今 即將解滿一年 災區景象逐步復原 但是造成的傷害對災民來說 卻是永遠的陰影 王文志將藝術手繪本獻給市長陳菊 未來公共藝術品 也將在這個地方提供災民欣賞 希望能達到療癒的效果 今天陳菊也率領各局處首長 向外界表達感謝之意 他表示高雄一直努力擺脫中工業化 而石化管線自治條例的通過 就是想要翻轉高雄的宿命 至此時幾度哽咽 因為對災民滿懷不捨 稱聚同時強調是否有義務陪伴災民 直到他們完全康復 記者郭彩業孟昭全高雄報導 為在印度洋西南海域的法蜀 流泥望島疑似發現了去年三月失事的 馬航MH370客機殘骸 那麼接下來將比對殘骸上面的編碼 看看是否跟客機相符 法蜀流泥望島一名打掃海灘的工作人員 29號一早發現這片長約兩公尺 寬約一公尺的物體 警方獲報前往處理 採測這是否有可能是神秘私中508天 被列為最機事實以外的馬航MH370客機的殘骸 美聯社語述匿名美國官員的說法 只從照片上來看 這片殘骸應該是波音777客機的經驗 它是活動式的在飛機起降時使用 法國 澳洲以及馬來西亞的飛航專家 都趕往現場進行調查 下一步將是要比對殘骸上頭的編碼 是否是MH370相符 馬航MH370客機去年3月搭載了239名乘客 與機組人員從吉隆坡飛往北京途中消失失蹤 搜救小組鎖定的搜尋範圍是澳洲西部6萬平方公里的海域 而流利旺島位在馬達加斯加島外海 離被鎖定的搜索地區有6000公里遠 謝謝王惠文整理報導 阿富汗政府首度公開證實恐怖組織塔利班的領導人歐馬爾 在兩年多前就已經病死 至少五年沒有公開露面的塔利班精神領袖 穆拉歐馬爾死亡傳言不斷 而阿富汗總統府二十九號晚間首次證實 歐馬爾已經不在人世 阿富汗情報單位也指出 歐馬爾二零一三年已經在巴基斯坦病逝 歐馬爾幾乎沒有公開的影像 只有英國廣播公司BBC獨家拍攝到這段 歐馬爾拿著一張棕色毯子的珍貴畫面 今晚歐馬爾的死訊沒有立即獲得塔利班證實 但資深塔利班官員私下透露 歐馬爾確實已經死亡 二零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後 塔利班當時被認為是窝藏前蓋達領導人賓拉登的共犯 因此歐馬爾隨即遭到美國國務院通緝 懸賞一千萬美金超過三億台幣 而華府對於歐馬爾的死訊顯得格外謹慎 歐馬爾巨星一九六零年勝於阿富汗南部的喀塔哈 喀塔哈也成為日後塔利班的大本營 一九八零年代跟前蘇人作戰時被子彈碎片打下右眼 同時也跟賓拉登結世 並且在一九九六年成為塔利班領袖 九一一恐怖攻擊後幾乎沒有公開露面 也由於無法說服支持者歐馬爾還活著 造成多名資深領袖倒戈加入伊斯蘭國IS 塔利班目前正在跟阿富汗政府進行和談 歐馬爾的死訊公開後 勢必也將衝擊和談進程 與塔利班的內部團結 記者居然前報導 法國巴黎迪士尼樂園最近被投訴票價有國籍上的歧視 在網路上買票選擇不同國家或者是語言 價格會隨之變動 像是從中國跟香港地區來買票的話 最多會貴上百分之四十八 另外同樣優惠套票 英國跟德國的觀光客 價格就是特別貴 去年有一千四百二十萬名各國遊客 進入巴黎迪士尼樂園度過假期 讓這裡成為歐洲最成功的觀光點之一 不過最近歐盟主委會激獲投訴 指官網上給不同國家的顧客費用大不同 特別是英國德國人的票價 以同樣的優惠套票而言 法國人的購買價格約一千三百歐元 這和台幣約四萬七 英國人的價格則將近一千九百歐 和台幣約六萬五 德國人更不得了要價將近兩千五百歐元 直逼台幣九萬 迪士尼是用地緣阻礙手法從網路IP封鎖 限制其他國家的顧客 只能買到為當地制定的票價 而不能自由挑選最划算的組合 歐盟主委會認為這違反了單一市場原則 將展開調查 歐洲消費者權益組織也表示歡迎 歐盟主委會經常接獲消費者申訴 因為國籍或居住地不同遭到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如果查明巴黎迪士尼差別定價屬實 將會開罰 並且要求法國政府督促迪士尼守法 而法國迪士尼則變稱沒有差別待遇 只是在不同時段對不同國家折扣促銷 而且在不同國家促銷成本也不一樣 才會導致定價不同 記者時惠仁報導 透過手機APP就可以叫車的Uber計程車再度引爆爭議 墨西哥跟哥倫比亞的計程車業者不約而同地走上街頭 抗議Uber搶了他們的飯碗 分動民眾追著Uber車輛砸雞蛋丟石頭撒麵粉 甚至打破後視鏡和車窗 Uber計程車疑似在墨西哥市郊的機場搶地盤 引發合法計程車司機的不滿 爆發這場砸車追逐戰 第二天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兩地 有更多的計程車問獎 為了捍衛權益走上街頭示威 Uber線上轎車服務自舊金山發跡後 迅速在全球拓展版圖 但肖價競爭無法可管的弊端衍生許多爭議 墨西哥市日前宣布新規範 將對Uber車輛課增1.5%的搭乘稅 並收取年費等於就地合法 更觸怒了計程車問獎 而Uber在拉美的公關經理 則強烈譴責砸車這類暴行 希望透過對話來解決爭端 目前Uber的市值預估超過400億美金 勢力範圍仍在持續擴張 不過在法國 葡萄牙 西班牙等國 已經禁止Uber上路 記者在匯明報導 這幾年日本登陸了好幾個世界遺產 觀客也就越來越多了 不過卻出現了旅客太多 沒有飯店可住的窘境 所以有業者改裝了廢棄旅館 或者是民宅提供旅客來住宿 但是沒有消防跟逃生設備可能違法 日本知名三大庭園之一 石川縣金澤市的殲六園內 到處都是國外觀光客 連帶連進的飯店也擠滿了國外的旅客 而日本近年來觀光盛行 讓原本的飯店房間根本就不夠用 光是要預約房間就得提早半年 要在店房間得花上不少時間 有業者看轉了缺房商機 將已經廢棄的旅館租下重新裝潢 兼顧舒適方便旅客之間的交流 以便宜的價格出租給外國背包客 除了背包客旅館之外 有民眾也將自家的空屋空房 出租給外國旅客 保留著日式建築特色的名家 不只讓旅客們相當驚喜 還體驗了不少日本文化 不只這樣連房仲業者也來搶住宿市場 業者將手中尚未出租 或是比較乏人問津的套房 附帶完整家具 廚具粗珠 大受好評 只是一般民宅當成營業場所 因為沒有消防 討生配備 在日本法律屬於違法營業 要如何兼顧安全又不影響觀光 日本當局得要動動腦筋了 記者 陳氏同胞島 好 繼續鏡頭回到國內 我們要來看的是南投知名的景點 庫山跟親近地區被列為 是地質敏感地帶 南投縣政府最近邀集到了地質專家 前往會堪 結果發現 庫山山坡的母安山出現了位移滑動 如果遇到好大雨 恐怕會有大面積的崩塌 不宜開發 2008年 新勒克颱風重創中部山區 塔羅灣西淹沒整個溫泉區 場面觸目驚心 南投庫山溫泉區 只要颱風好雨 往往受災慘重 29號南投縣府會同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專家 會看親近和庫山的地質 證實庫山溫泉北坡的母安山出現位移滑動 地調所的專家表示 從庫山入口處的停車場和邊坡研判 北坡的母安山正在滑動位移中 只是無法推算 何時會出現大規模的崩塌 雖然大型的崩塌 拒絕於雨量和地震的因素 不過依現況來看 無法判斷何時會出現危險 不過庫山多處已經出現崩塌地 加上塔羅灣西多次的改道氾濫 不適合繼續開發 另外清淨地區也在地質敏感帶的範圍 南投縣府將各民宿區區分為三個危險等級 其中在立即危險區並沒有民宿 有危險之餘的有二十四家 縣府表示 這二十四家並不是有馬上的危險性 不過將會請專家加強地質檢測 南投縣長林明珍在會刊之後明確表示 庫山已經被化作保護區和行水區 也不再開發 而清淨地區雖然在位移的區塊中 不過目前的狀況還算穩定 沒有辦法推算發生危險的時間和機率 將會加強檢測 也確保這個地區的安全 藉兒林健生 南投報導 另外在去年底 台東被難阻的八部路部落 進行一年一度的大獵劑 結果有五名獵人遭到警方 以非法持有獵槍的名義類逮捕 而在經過半年的偵訊審理之後 台東地檢署依照了憲法增修條文 保障原住民文化基本權利 決定不起訴 台東地檢署不起訴非難族 台東八部路部落這五名獵人 他們終於可以換上傳統服裝 在部落祭司的帶領下 完成遲來的獵人凱旋儀式 向家人報平安 當下被逮捕之後就沒有參與到這個活動 所以本身感到感到蠻感傷的 今天我們的獵人獲得不起訴訟 我們並沒有高興的心情 而只是說我們要把這個事件 能更嚴肅的去看待 每年年底是非難族的祭典 部落會依法申請狩獵 但去年成功分局遠景 以八部路獵人持有自制獵槍狩獵 違反槍炮彈藥刀屑管制條例 和野生動物保護法 逮捕並移送這五名獵人 引發各族群聯合抗爭 台東地檢署經過六個多月來的偵查 這個月依憲法增修條文中 保障原住民基本權利 和文化傳統的原則 做成不起訴處分 這對原住民持有獵槍的施法性 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規範 法服律師建議政府應該制定一個 專門的原住民狩獵法規範 取代現行的槍炮丹藥刀戒管制條例 和野生動物保護法等個別法律規範 讓原住民狩獵的文化傳統 能更受到保障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 住在盧州的印尼籍男子阿財 日前被查獲 與其滯留臺灣長達二十八年 移民署將在下個月將他遣返 但是由於阿財常年熱心助人 所以兼有民間團體跟他的鄰居 站出來為他發聲 希望移民署能夠讓他繼續留在臺灣 說沒幾句話就忍不住哽咽 一年級男子阿財被查獲 預期製台 移民署即將在八月將他遣返 讓他相當難過 二十八年前阿財來臺打工學中文 卻因為雇主扣留政見 工廠惡性倒閉 不得以預期拘留 但他常年熱心助人 關心盧州在地的遊民和老人孩童 甚至還義務擔任救生員 對當地有不少貢獻 因此消息傳出 鄰居和民間團體都出來聲援 移民署 今天前往移民署遞交陳情書 希望官員給予協助 基本上這些資料 我們也都會列入未來的考量 那只是預期停留 確實是事實啦 但是我們也很期待 所有在臺灣的移民都能夠遵照 原先我們臺灣所定定的相關法規 移民署表示 預期拘留是事實 因此要留在臺灣 會有一點難度 但也承諾 會把阿財的相關資料列入考量 來演藝看有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法 高雄氣爆即將屆滿週年 而這場臺灣第一期 因為石化管線外泄引發的連環爆炸 當時造成三十二人死亡 三百二十一人受傷 那麼在經過一年的重建之後 如今受災戶過著怎麼樣的生活呢 繼續一起來關心 黑夜從二零一四年七月的最後一天 跨近八月 沿著高雄市一新路 從光華路口到凱旋路 再轉往三多路 路燈滅了 唯一的亮光 是從路底竄起的大火 突如其來的連環爆炸 造成大量死傷 救難人員從四面八方湧入 附近民眾也加入搶救 一正晚持續有傷患被送進醫院 這場意外高雄地檢署調查確認 是陸裡買的秉吸管線外洩 釀成台灣前所未有的石化氣爆 總共造成三十二個人死亡 三百二十一人受傷 國軍和民間人力當時都來幫忙 善款也大量湧入 高雄市政府用善款協助死者的家庭照顧 和傷者的醫療支出 也開始填補裂開的道路 去年十一月新道路通車 市府又接著辦理沿路房屋的修繕和拉皮 對比以前三十年的老房子 如今就像新城屋 災區儼然脫胎換骨 範圍從一新凱旋三多 總共有一千多戶 那一千多戶裡面 這一次申請了五百多戶 那很多管線外漏很雜亂的問題 還有漆漏也高低不平 那這些問題我們希望說透過這一次 一起把它整理起來 氣爆的傷痕從外觀已經看不見 但居民的生活還沒有回到氣爆以前 凱旋路最密集的租車業 就算在暑假客戶預約的租車和接送行程 還是空了一大片 每家的業績掉了有八成以上 那我們公司政府他非常快的把道路恢復 那我們的業績也一直往上拉上到五至六成 業者打算在全部拉皮工程結束以後 透過行銷活動找回昔日商機 但也有住戶原本炸毀的牆壁已經修好 門市生意卻遲遲不見起色 市府曾經補貼店家氣爆營業損失跟生活未住金 但相較於部分店家每個月的虧損 還是杯水車薪 政府硬體重建大致已經到位 氣爆區居民現在嚴謹期盼的是 希望商圈儘快復甦 台北市小巨蛋經常有演唱會 不過也因此造成周邊的住宅震動 引發了當地居民不少反彈 今天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會在小巨蛋加裝地震測量儀 一旦超過標準就會開發 為了讓歌迷盡興阿妹在演唱會卯足全力 又唱又跳朝熱全場氣氛 只是小巨蛋裡嗨翻天 小巨蛋周邊的居民卻不堪其讓 他們在唱什麼三天三夜的時候 是不是很正啊 就這邊都會搖什麼的 有震動 還好吧 沒有很大 演唱會氣氛一來 台上帶動唱 台下也跟著跳 結果周邊住宅跟著震動 不知情的人以為在地震 但有更多人擔心會影響建築安全 紛紛要求北市府管制 但歌迷認為 豈不是會讓演唱會變了調 我覺得還蠻少心的 那這樣去演唱會幹嘛 花那個錢不就是要指揮票價嗎 台北市長 柯文哲決定 要在小巨蛋加裝測量地震儀 也會在合約中明定 要求廠商使用場地時 不可超過標準 否則開罰十萬元 柯文哲說 在小巨蛋的演唱會可以繼續開 也不會管制歌單 文化局也表示 不會對演出型態或演唱的歌曲 做任何的規範 因為台灣是民主自由的社會 相信演出單位會有所權衡 記者與小陳柏玉台北報導 另外呢 大巨蛋安檢沒有通過 今年五月二十號 又被台北市政府勒令停工 如今呢大底工程的補強作業 已經初步的完成了 那麼未來呢 市政府將跟遠雄 重新啟動新的審查程序 將大巨蛋等等的五動建築 全部改以性能式的法規 來加以審查 找北市府勒令停工的大巨蛋 經過兩個多用努力 如今除了水箱蓋板工程之外 涉及周邊公共安全的大底工程 已經大致完成 都發局三十號表示 不論捷運板南線 高鐵台鐵還有煙囪與骨機 安全性都已經獲得掌控 接下來大巨蛋也將改採 新的新人式法規審查 確保大巨蛋主體在內的 五棟相互聯通的建築物 在排煙及逃生等功能上 安全無餘 已經開啟審查 新的性能式法規審查 將由台灣建築中心負責 完成以後 報告將送回北市府 然後再依序進行環評 都市設計審議 以及建造執照等三階段審查 所有步驟都完成以後 遠雄才會正式復工 而遠雄方面也表示 會盡力與北市府配合 之前也沒有說對立 如果說有更高的安全標準 那雙方可以在這個基準上 來做互相協調 我們也樂觀啟程 都發局表示 新的審查程序是由遠雄提議 現在財政要開始 何時能夠復工 目前沒有時間表 未來市府也將與遠雄 定期舉行公共安全會議 預計第一場會議 就會在三十一號的下午舉行 記者李維傳張梓佳台北報導 好 來看一則最新的消息 中家併購案幾經波折 今天下午遠傳電信 在證交所舉辦記者會 正式宣布將以不超過 新臺幣一百七十一點二億元的 債權持有方式 取得跟中家網路的業務合作 中家併購案一波三折 先後經過了望中集團 跟鼎心集團最後交易都不了了之 如今遠傳電信併購中家 初步規劃將透過摩根斯坦利 跟其他的投資人成立了私人公司 來買下中家 那麼遠傳則會透過對子公司 債權持有方式入主中家 等到未來法規放寬之後 遠傳就可以進行轉換 成為真正的出資人 再一步日前發函 要求各大專院校 從新學期開始 只要聘請公讀生或者是助理 都要納入勞健榜 那麼為了減少支出 政大除了大砍四千多個工作機會之外 現在校長還寄信鼓勵學生 要主動爭取未校服務的機會 但是要不求實質的金錢回報 立刻引發了學生不滿 全台大專院校學生 從今年九月開始 只要在校從事公讀與助理工作 將全面落入勞健保 擔心支出將因此暴增兩億的政治大學 除了決定大砍四千多個公讀機會 校長周行一二十九號又寄信給學生 勸勉學生主動爭取未校服務 不求實質的金錢回報 更讓學生大為不滿 學生痛批 校長等於變相鼓勵 無心勞動 但向方回應 信件闡述的只是一種社會價值 不宜無限上綱 七成五的學生公讀薪資不到六千元 現在政府卻要求以最低的 一萬一千一百元薪資納保 忍痛刪減公讀機會 校方也很無奈 儘管政大要到八月五號 才會正式公布具體措施 但學生團體預告 若校方不肯妥協 學生會繼續抗爭 向北市勞動局提出檢舉 校方則表示 為了因應新規定 集中資源減少人數 幾乎成了各校的應變原則 但學校照顧學生的立場 絕對不變 記者李威傳 張子佳 臺北報導 好 插播一則 剛剛說到最新消息 剛剛談談 齊美醫學中心 傳來最新消息 八仙城暴患者 在齊美醫院 接受治療的三十一歲 郭力軍 因為感染引發了 敗血性休克 以及多重器官衰竭等情況 今天宣告不治 成為第十位 因為城暴死亡的患者 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繼續我們來看的是 宜南農舍之所以為人詬病 除了十五年來 新建數量超過七千六百多棟之外 另外有超過七成的農舍 所做的農地都是違規使用的 沒有從事農業的生產 而且宜南農舍空物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價格卻是居高不下 縣政府認為是刻意炒作 高掛廣告代價而估 在宜蘭鄉間已經蓋好的空農舍到處 林立還有眾多蓋一半的農舍 矗立田中央 近年來宜蘭農地價格翻了好幾番 猶如別墅豪宅的高級農舍 開價動輒數千萬元 價格高居不下 是不是遭刻意炒作 仲介業者直說 這是市場機制 如果供不應求的時候 它的價位不以虛為規 自然就會上漲 仲介業者他也不希望 價位不合理的高漲 因為仲介業者他為的是 要能夠順利的成交 仲介業認為農舍太搶手 價格才飆升絕非炒作 但空湖到處可見 有些蓋得很簡陋 縣議員薛成毅指出 多數農民沒錢投資 不少建案是有人主動找上合作 有些甚至先求取得使用執照 再轉手增減 他直接就跟農夫講好了 我就是要你的地 然後我要你的人頭去蓋房 那蓋好之後 可能到那個轉移的年限的時候 你就是轉給我 所以會先私下有個約 我錢也給你了 那甚至那個房子蓋的錢 也是我出的 現行法令讓非農民 可買農地農舍 但規定農舍只能佔農地10% 另外90%一定要做農業生產 否則違法 但有民眾指出 購買寄存農舍時 發現省寧撲面超過比例 中介告知這不合法 卻說有變通辦法 繳了地價稅可以維持現狀 政府收了稅難道不是代表這樣做 沒問題嗎 縣府沒有明確執法 導致許多農舍主人以為沒事 如今縣府態度轉變說要嚴管 議員說地方人心惶惶擔心被罰被拆 他認為現在要亡羊補牢 除了遏制炒作 也應該導正農地不農用的亂象 很明顯他就是要鑽的人 你就不給他蓋了 就是要從源頭做起來 我不認同那些房子是合法的 可是你要怎麼樣讓它是更好的 是你的責任 因為當初你讓人家蓋了 農地本來就養農用 實際從事農業生產 庭園造景蓋水池 其實這些通通都不算 宜蘭縣政府統計 縣內農舍有六成都在新建 三年後轉賣 不斷轉手 明顯不是蓋來自己住 接下來要嚴審新農舍建造 入住後也會每半年稽查 先從終結投機炒作的行為下手 記者你們陳立峰宜蘭報導 位在臺北市南港的平蓋工廠 有部分被指定成為歷史建築 不過臺北市政府卻還是要 依照原本的都市計畫 所以有一半的建築 將會被拆除 整片紅塊木構成的屋頂 是日治時期新建的辦公室 南港平蓋工廠這棟建築 有部分被臺北市文化局 指定為歷史建築 但七月地政局卻公告 又從園區外開一條十米道路 就直接穿過這棟辦公室 從這個有二樓行架的這一條線 往左側這邊來的話 那整個地方就是之後才增建的 地政局解釋因為只有行架以西 被認定為歷史建築 因此會拆除辦公室的東半部 牆壁往後退縮 塊木屋頂另行重建 另外道路也會經過這個二戰時期的碉堡 還有十六棵老榕樹都面臨拆除及斷根的危機 對此公民團體及民意代表相當不滿 如果說我們如果不站出來的話 以後我們留下來 就大概只有前面這幾棟而已 其他全部通通都不見了 一個通道 它並沒有解決南港真正的主要交通問題 國民黨市議員批評台北市長柯文哲 在選前承諾要全區保留瓶蓋工廠 選後卻執意要開路 已經開始串聯地方的居民反對 也將請中央的文化部在必要時介入 代指定瓶蓋工廠為古蹟 記者 郭俊麟 台北報導 中央大學最新研究發現 暴龍牙齒兩側有奈米鋸齒的結構 可以快速的撕裂獵物 而這項全球首次的研究發現 登上了國際知名期刊 張開血盆大口萌藥 只要會動的物體都不放過 電影《侏羅紀公園》 暴龍代表食物店的頂端 最兇謀的獵食者 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過去根據生物學家研究 暴龍牙齒在顯微鏡底下 其實長這樣子的 每顆牙齒兩側都有著 0.5毫米大小的鋸齒狀 就像牛排刀 可以快速撕裂獵物 但根據中央大學光電研究所 最新的研究顯示 暴龍的牙齒還有更驚人的發現 透過同步輻射紅外線 光譜照射 發現除了肉眼看得到的鋸齒結構以外 鋸齒間牙間洞 發現其實內含有機奈米的皺褶結構 就像牙齒裝的避震器一樣 能讓暴龍牙齒更結實 也更有彈性 那這個皺紋的結構 就像彈簧一層一層的 所以它在鋸的時候 它這個兩個牙齒如果 因為鋸的力量拉開了 這個彈簧又把它彈回來 所以更增加它的這個鋸的力量 暴龍牙齒結構首次以光學研究來分析 意外發現牙齒細微之處 一舉顛覆所有生物學家 它對暴龍牙齒的認識也讓台灣研究要上國際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 台澳院報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灣地區 依舊是晴朗炎熱的天氣 受到太平洋高壓籠罩的影響 今天全台灣各地 普遍都有三十二到三十四度左右的高溫 中午過後 中部以北的山區 普遍出現了午後雷震雨 因此局部地區 還出現了比較大的雨勢 氣象局特別發布大雨特報提醒 尤其是今天在新北市 以及台北市的地區 還出現了瞬間的一些雷震雨 以及比較大的雨勢造成影響 由明天的天氣預測圖 我們可以看到太平洋高壓 依舊持續籠罩台灣附近 並且持續的增強 受到太平洋高壓籠罩的影響 全台灣各地 天氣都是比較穩定的 而且台灣周圍各海域 風浪也都不太大 蠻適合從事各種活動的 由於天氣是晴朗炎熱的 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從上午到中午這段時間 如果外出的話 請特別注意做好防曬的工作 而且也要注意高溫造成的影響 至於中午過後 如果要從事活動的話 尤其是前往山區 或比較靠近山區 要特別注意局部性的午後雷震雨 所帶來瞬間比較大的雨勢 太平洋高壓從今天到明天 會逐漸的增強 一直到未來幾天 都是受到它的影響 主要都是晴朗炎熱 小心山區有午後雷震雨的天氣 情形態也請大家隨時留意氣象局 所發布的最新特報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好 繼續來看明天各地的強烈氣溫 北部地區最低溫25度 最高溫35度 中部地區最低溫25度 最高溫34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24度 最高溫34度 東部地區最高溫33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25度 最高溫33度 瀟島地區最低溫26度 最高溫32度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慧竹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见 反克纲发言人 林姓高中生 今天上午不幸稍叹身亡 壮镜高时校长表示 林同学有情绪障碍 长期接受自伤治疗 不过外界认为 上周四林同学 因为闯教育部而遭逮捕 教育部坚持对学生提告 再加上校长亲自登门拜访 才会承受不了压力 当许多未成年的高中生 站上了高度社会冲突的第一线 社会是不是给了太多的压力 而这一次悲剧之后 又该如何关怀其他的高中生 今晚8点有话好说 深度分析 重返犯罪现场第十二季 今天晚上十一点 就在公式频道 从七岁到五十六岁 每七年拍摄一次 七年的变化会有多大呢 透过八次的拍摄记录 观察这群四十九年前 才七岁的孩子 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 五十六岁就在公共电视 就在公共电视 很痛 快下来 夹得变红了 夹得到我们要的温度了 冒烟耶 现在这个就还蛮正常的 其实说实在的不会臭耶 退休应该我还是会住在马场吧 因为爱嘛 想跟生活在一起 天天播播嘛 这有一个不可言议的那种魅力啦 更多热血青春的好样前辈 尽在前辈好样的 以上节目由感恩社会福利基金会赞助播出 请写出坐月子的坐 日本有没有坐月子啊 我现在中文听不懂 不好意思 方马丁你为什么会坐月子啊 老婆坐过 对 你觉得是台湾老婆 OK 一字千金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